西沙人是个万人迷 到底有多辛苦 刚战胜了绿茶男 又冒出来个小奶狗 我当练总理 霸总好不容易 靠着自己的魅力 打败了绿茶男 鱼哥和罗拉 开启了甜蜜日常 我先下去 然后接你下来 你小心哦 呦呼 你今天身体怎么样 身体蛮好的 然而正让他沾沾自己时 一个噩耗 闯进了他的耳朵 你这是干嘛 你穿得这么正式 我跟罗拉去喝酒了 哎 能闹 哎 又来了一个 有完没完 这也不怪霸总放松了警惕 一直以来 小奶狗都是一滴滴的角色 出现在罗拉附近 之而在她单纯的外表下 其实对罗拉的早有预谋 新人 对 新朋友 我们坐下来介绍 可惜从她来到这个综艺以来 罗拉的空间时间 就全被鱼哥和霸总占据 所以直到所有人 一起来到海岛旅行时 她才看到机会的影子 这谁在门口 我刚看到罗拉走出去了 那是雪魔的 哎呀 压死你 挺惊醒 因为我对她的接触其实也不多 就当作是一种缘分吧 好不容易能和罗拉独处 又不会为她的两个护花使者打扰 小奶狗当然是费尽心思 想吸引她的注意 那你习惯看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 我觉得你不戴眼镜比较好 我也觉得 王子来了 哇 句好看 我要把你拍张照 你今天有没有期待谁来 这次你的这个约会 期待你来 真的假的 真的 高情商发言 这一番话对是敲讲的小奶狗的警钟 他也终于忍不住 显著他的白切黑本质 就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把我当弟弟 那没有啦 只是说是这么说啦 有时候这种巧合还挺美妙的感觉 就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的选择 但最后结局都不错 对 而且好像还是适合自己 虽然她是作为新嘉宾加入节目没几天 但也看出来 以罗拉位中心的修罗场有多混乱 为了让自己有更多胜算 她开始不动声色地打开情报 那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跟谁 你这一次没有人约我 那你有感觉小吴 跟其他男嘉宾对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也知道说能不能做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 罗拉自从海岛旅行结束后 和爸的亲密度就几次上升 不知道罗拉是否已经做出最终决定的她 难得陷入了迷茫 之前感觉她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 但是我跟她那次约会 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 她好像比较细致的方面 感情上就是有一些困惑 或者说有一些顾虑 但最终她也是鼓起勇气 加入了这场围绕罗拉而展开了战争 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想就是离开小吴以后 对自己心动的女孩 完全没有一点点表示 我要对我未来的那个人说一句话 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两个好八蛋 你先跟我吃啊 正式宣战的小奶狗 立刻开始了追求罗拉的行动 她们以为自己稳坐罗拉 正牌男友地位的爸总 就这样被迫减入了新一轮的竞争 能弄说咱你也开始做鸡蛋了 你怎么最大 两点 情敌一天我不想放下 面对作为情敌的伴总 小奶狗丝毫不掩饰自己 妙儿坏的本性 一找到机会 就在语言上打击她的积极性 人去哪里了 你不知道吗 谁啊 尤里克跟罗拉啊 年纪不大还挺会山风连火 眼开这顶节目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 还怕被人材人心急的小奶狗 还是勇敢地朝罗拉买出了最后一步 先给你 需要钥匙的地方 公里的后花园有一个球形小屋 每个人只有一次使用机会 哦这是告白小屋对吗 哇 你也知道来这个屋子代表什么吗 我觉得只能说比较可惜 是因为你来的完吧 其实她也明白自己这短短的几天努力 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但面对罗拉 一贯理智的她 还是忍不住堵了一把可能性 即使被自己唯一心动的女生拒绝 她也选择了最体面的退场方式 给罗拉 在邀请你到倾诉小屋前 我设想过最好的结局 就是被你拒绝 因为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 我比她更合适 希望未来可以看见你 足够幸福的样子 虽然在这一次的修罗场里 心底不用半走出手就败退了 但看看她这后怕不已的表情 果然要守护好妹妹曾经的罗拉 是真的很不容易打